猎王记下第五章 亚兰王的军长乃曼 在他的主人面前是一个大人物 很得王的赏识 因为依和华曾借他把胜利赐给亚兰 这个人是个勇猛的战士 可惜他是个麻风病人 亚兰人曾经出去截队抢掠 从以色列地卤了一个小女孩 他就侍候乃曼的妻子 他对他的女主人说 如果我的主人去见桑玛利亚的先知就好了 他必定能治好他的麻风 于是乃曼去告诉他的主人说 从以色列地卤来的女孩子这样这样说 亚兰王说 你去吧 我会送一封书信给以色列王的 于是乃曼去了 手里带着三百公斤银子 约七十公斤金子和十套衣裳 他把信带到以色列王那里 信上说 这信既已达到你那里 你看见我拆去见你的臣仆乃曼 你就要医好他的麻风 以色列王读了这信后 就撕裂自己的衣服 说 我是神 能使人死 使人活吗 这人 竟派人到我这里来 要我治好他的麻风 请你们想想看 他是要找机会攻击我 神人以丽莎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自己的衣服 就打发人去见王说 你为什么撕裂自己的衣服呢 请你把它送到我这里来吧 他就知道 在以色列中有先知了 于是乃曼带着他的车马来到 停在以丽莎的门前 以丽莎差派一个使者去见他说 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次 你的身体就会复原 得着洁净 乃曼却发怒走了 他说 我以为他必会出来 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的神的名 向着唤处摇手 洁净这麻风病 大马士革的亚巴拿河和法尔法河 不是比以色列一气河流更好吗 我不是可以在那里沐浴 得着洁净吗 于是他掉过头来 气愤愤地走了 他的仆人上前对他说 我父啊 先知如果吩咐你做一件大事 你不是照着行吗 何况他只是说 你去沐浴就得洁净呢 于是他下去 在约旦河里进了七趟 正如神人所吩咐的 他的肌肉就复原 好像小孩子的肌肉 他就得了洁净 乃曼和他的随缘 又回到神人那里 他进去 站在他面前说 看啊 现在我知道 除了在以色列以外 全地都没有神 现在请你收下 你仆人一点礼物吧 以丽莎说 我指着我所侍奉 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我绝不收取任何礼物 乃曼再三促请他接受 都被他拒绝 乃曼说 你若是不肯收取 就请你赐你仆人 两头驴子可以驮的泥土 因为你的仆人 不再献凡祭或别的祭 给别的神 只献给耶和华 但有一件事 求耶和华赦免你的仆人 我的主人到灵门庙那里 叩拜的时候 他总是靠在我的手臂上 因此 我也曾在灵门庙叩拜 我在灵门庙叩拜这事 求耶和华赦免你的仆人 以丽莎说 你平平安安回去吧 于是乃曼离开他去了 走了一段路程 神人以丽莎的仆人 基哈西心里说 看啊 我主人不肯从这亚兰人 乃曼手中 收取他带来的礼物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我要追上他 向他要些东西 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 乃曼看见有人追上来 就下车迎着他 说 平安吗 他说 平安 我主人派我来说 刚才有两位年轻人 都是先知的门徒 从以法连山地来到我这里 请你给他们三十公斤银子 和两套衣服 乃曼说 请你拿六十公斤吧 他再三猝请基哈西 并把六十公斤银子 装在两个袋子里 还有两套衣服 交给两个仆人 他们就在基哈西前面捧着走 到达山岗后 他就从他们手中 接过东西 存放在屋子里 然后打发他们离去 他们就走了 他进去 势力在他主人面前 以丽莎对他说 基哈西 你从哪里来 他说 你的仆人没有到过什么地方 以丽莎对他说 那人下车 转身迎着你的时候 我的心不是和你同去吗 现在不是收受银子 衣服 橄榄园 葡萄园 羊 牛 仆人 和卑女的时候 因此 乃曼的麻风 要附在你的身上 和你后裔的身上 直到永远 基哈西 从以丽莎面前离去时 就长了麻风 好像雪那样白 作词